Ryo 聊世紀 親民有關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也是經濟場的天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越南人這個文明 越南人這個文明 最大的特色是經濟科技 是不需要木材就可以直接研發的 而且他研發經濟科技時 研發速度會加100%的速度 所以他研發手推車跟輪走技術的時候 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越南人後期的經濟也算是不錯的加成 那越南人的後期 也可以點下紙幣技術 可以讓自己伐木工 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這一點還算不錯的 那後期也可以點下 這個 血量 大象血量加100滴血 讓自己的毛相夫高達420滴血 蠻扯的 420滴血 所以越南人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工兵配大象 還有火炮 或是帝王戰毛做搭配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越南人他的工兵射箭場 也可以支的一提 他的射箭場會加20%血量關係 所以不太容易被清醒頭死者一發砸死 通常要砸掉自己的工兵單位的話 一定要升級中頭以上 所以越南人在封建時代 在封寶時代的時候 可以用弓箭手 去稍微秀一下對手 通常可以秀得贏對方的駝石車 他的藤甲弓兵 基本傷害也是很高 比一般的弓兵 傷害再多加一點 而且很耐抗箭矢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突爾其人 突爾其人這個文明特色 他的挖精速度是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這一點 玩突爾其人是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沒有黃金的話 就不能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突爾其人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白血的馬弓 100血量的馬弓 是突爾其人最強的東西 他的精銳火槍兵也是非常好用 而且沒有射擊延遲 挖精速度也很快 而且駱駝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突爾其人最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火炮 他的炮兵科技 可以讓火炮塔 或是火炮增加兩點的射程 讓他變成射程最遠的火炮塔 文明跟火炮 所以突爾其人 他打起來後期 是需要吃到大量黃金的 那突爾其人 我想一下他有什麼可以講 突爾其人應該大致上是這樣子 還有這個免費升級肉 雖然他的垃圾兵 矛兵跟槍兵不能升級 但是他的落馬是免費升級 而他落馬免費升級就算了 還會自帶一點的遠方 讓他的坦度非常坦 所以如果你學玩大落馬的話 突爾其人其實也蠻適合你的 好 那突爾其人以上的特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突爾其人 玩起來算是騙進階一點的文明 並不是用其他文明的理解 就能玩得好的文明 所以在遊玩上呢 你可能需要思考 要把自己的黃金 去調一些經濟 或者是把自己的兵種搭配配得更好 那我們剛剛有談到 炮兵射程很遠的話 也可以打火槍火炮 然後配上駱駝 為什麼就是配駱駝 最主要是要去防對方的遊俠 充包自己的工程器跟火槍 或者是轉馬功都可以 這邊看到的是競技場 那這張競技場 是打一個正常開924春 點下封劍時代 然後去升級城堡時代的方法 24加2P 直接選手也是這樣打 那之前是有看過一個21P 一個22P點封劍 然後塑上城堡的一個打法 但是那個文明是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而且他還是賣掉石頭 買賣上去的 那24P加2是不需要靠買賣的 所以石頭可以保留住 到了城堡時代 3TC就可以準時開下來的 好 這邊很順利 馬就兵工廠 兩邊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鏡像操作 都是一樣打法 當然土耳其這裡不太一樣 他是補了四級 沒有補兵工廠 那土耳其在這一點他就特別有優勢 待會一升到城堡時代 就會變成青奇兵 那越南這邊還要投資150肉跟50黃金 才可以升級青奇兵 這150肉就會讓他拖到他的二級伐木 或是一些二級農 或是經濟科技 當然土耳其人就沒有這個問題 甚至一上去就可以直接點這個二級伐木 這邊讓一隻殘血肉馬在家裡 待會要升到城堡時代補一個修道院 然後點一隻生旅 先把這個肉馬的其量補起來 升級到城堡時代的土耳其人 變成青奇兵 而且防禦力遠防多加一點 相比 越南這邊還要再等一下 唉唷 這邊直接走進來嗎 猶豫了 回頭 OK 果然土耳其人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這裏就是土耳其跟越南人的 這個經濟的分支點 應該說這個比賽打久了 這個賽局論點最佳話 這要怎麼講 好 那許均衡啊 這個東西就是那許均衡的一個東西 就是兩邊這個文明特性 在這個時間點會做什麼事情 那兩邊一定要這樣做 才是會變成自己最佳的優勢點跟劣勢點 這個有點難解釋 世紀立國的那許均衡到底要怎麼解釋 其實我一直不太知道該怎麼講 總共言之喔 反正土耳其人 他這邊少了這150肉的壓力喔 就可以先點下二級伐木 大家簡單記就好 那越南這邊呢 則是為了要去補 補下清奇病的關係喔 所以這二級伐木是很難點下去的 好 就是這樣子 懂了嗎 懂懂懂懂了嗎 敢講敢話 不要太認真 好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 開下了3TC Kano 越南這邊則是補下第二層中心偏晚一點喔 但有個聖物已經搬到這裡來 而且獲得兩聖物了 那目前聖物交戰結果是 土耳其人 是有點稍微落後的感覺喔 最後一個聖物有拿得到機會嗎 這邊只有一個聖物喔 哇 果然落後了嗎 那這邊確定就是 越南三聖物 土耳其人兩聖物了 兩邊肉馬還在打來打去 去廝殺當中 土耳其在裏補了一隻槍兵過來 想要偷錯一下 唉唷 這邊衝進去嗎 衝進去要殺生女 有機會嗎 OK 砍掉了 道成的最後一隻生女 在後方進行招牆 這不是道成的耶 這不是土耳其人 OK 土耳其這邊補下了二級伐木 當然到了現在這個局面 越南人雖然村民速度是有稍微落後的 趕快補一個四級 買了一百石頭 然後趕快開出三TC甚至四TC了 趕快待會要補TC去撒農田喔 轉出更多的村民出來 這裡買了一百石頭 馬上花掉 把成的東西蓋在這裡 買了一百的食物 去點下了二級農田跟輪軸技術 再買了一百石頭 一百七十一塊黃金 再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OK 這只有五個耶 不對耶不是四個耶 是五個 五TC開農 那為甚麼 我會知道是因為 他的木頭量實在太多了 黃金量其實也有一點 這個時候就要透過買賣 去調整自己的經濟喔 你千萬不能因為覺得說 有買賣就有傷害 就不去做經濟調整 你只要慢慢等之前 等到你要之前出來 對方就已經不知道農到哪時候了 所以 適時的買賣 對自己的經濟幫助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Chip有講過一句話 會買賣的玩家 才是真正的高手 不會買賣的玩家 是永遠沒辦法成為高手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也忘記他是甚麼講的 我記得他有講過這句話 高手們都是懂買賣的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兔爾七人這裡是補下了手推車 手推車補下 然後要點下帝王時代囉 欸 是不是少一個大學 對 尷尬 兔爾七人這邊升級辣場 好 沒關係 稍微補一下 然後點下了時代的 up上去 好 那到了這邊5TC開農村民術突然反超了兔爾七人 那這補回反超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最方點帝王時代 而且最方承認中心並沒有開到這麼多 3TC 這樣只有3個承認中心在產村民 並不是4個 雖然道德這邊上帝王時代會慢一點點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馬上就可以升到帝王時代 開始打出最終決戰了 好 那看到兔爾七人這邊是先點了馬凱 品種跟馬凱開始升級上去 可能會先打一個帝王時代初期的 露馬瞬間升級的效果 好 去打出一個優勢來 一隻越南人是一個工兵文明喔 自己轉出大露馬 而且還有多一點遠方效果 進行壓制其實不錯的 最近突爾七人喔 他的騎士是沒有那麼強的 好 那看起來突爾七人 這次補了一個城堡在人家頂上 這要delete掉喔 100血的城堡 還要硬蓋 沒有要取消的意思 果然轉出大露馬 把對方的城牙公命逼了回去 順便全部收到城堡裡 OK 火炮也出來了 好 現在露馬三級馬凱也要上去 點完三級馬凱之後 遠防就會變成2加5喔 7點遠防阿 非常慘 騰甲弓兵的基礎傷害是6點 精銳是7點 基本上就可以擋住對方的 精銳騰甲弓兵的這個攻擊傷害了 基本的攻擊傷害 好 那突爾七人這邊是點下了 增兵技術 哇 這一波突爾七人打得非常突然 好 那道德這邊直接鬼轉大象 而且已經點好了血量加成 420滴血 精銳馬上夫 攻擊力14點 遠防3加2 大概加上2點是3加4 跟優霞的防護力是一模一樣的 毀天滅定喔 地名 大象襲來 蘇格西人的肉馬 有如人類一般 被踩踏了過去 太狠了 道德 也真的是太無情 無情喔 毛相夫 OK 蘇格西人這裡轉出來的東西是生女 這確實要該轉了 那生女科技他剛剛完全沒有升級喔 現在要趕快升上去 要優先點下 那應該要4個修造院趕快出了吧 三幾個 4個沒錯 好 4修造院 待會要補下印刷技術 啟示思想 還有什麼 神權政治 其實突爾七人的生女也是 偏 偏 偏沒有好用 偏像沒有印刷技術 也沒有啟示思想 但至少有這個神權政治喔 那我是覺得突爾七人招翔是有點偏難用的 我覺得地龍是在少一個印刷技術 差這個3點 招翔射程是差蠻多的 但現在突爾七人也不可能轉出肉馬 去擋大象 畢竟自己槍兵不能升級 如果要打大象只能用生女或是駱駝 但駱駝跟大象打 打久了也是會虧的 因為人家大象的正面是有破散傷害的效果 好 這邊勉強轉出了一些 弱馬 想去抓掉後方的工程器 OK 後面抓掉一台巨頭 不錯 但自己的城堡還是倒了 後面三驢還在努力招翔當中 現在突爾七人這邊招翔的非常痛苦 雖然黃金很多 但修道運都蓋在前線的關係 但是生女一出來就是在海景第一排 非常危險 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大象頂到 這兩隻生女也是有點危險 後方的火炮來不及跑掉 前方生女著翔 沒有機會著翔到 被頂爆了 哇 感覺生女的數量沒有辦法維持起來 來 真的不在裡面補修道運嗎 終於補了 對 後面趕快補修道運 這個城門感覺撐不久了 後面的巨型頭司機又再次補了過來 好 突爾七人愛了更多肉馬 這隻大象已經在後面蓄屍帶發 好像沒有痛好 撞到了大象 哇馬上去點 雖然是先點血 血最多的 巨型頭司機 再一刀收掉 第二台巨頭來不及 生產八滴 這根城堡應該是沒了 最後一發 城堡殞弱 好 後面補了更多的修道院 繼續傳教 但前面也是繼續按生旅 會有點危險 感覺前面的修道院不要再去按生旅會比較好 這邊大象 後拉 讓一隻生旅出來 那也被招到了一隻大象 然後越南這裡終於補下了金冠技術 這就是紫幣技術 紫幣技術點完之後大約每25個拔木狗 就會產生一點 一個生物的黃金量 布小補 這邊繼續著想 生旅雖然開始多了起來 八隻生旅 到這波大象還要繼續堅持下去嗎 呃 越南人遇到對方轉這種生旅症的時候 其實要馬上轉出肉馬 新奇兵喔 去反制喔 雖然越南人沒有大肉馬 但至少他的馬凱爾 三級馬凱爾 也沒有二攻 但打生旅一樣是兩刀就可以解決 好 印象中 如果是有神聖思想的話是三刀 那這個生旅一直沒有點神聖思想 就單純就是在出生旅把這個數量量產起來 甚至連神犬陣字都沒有點 單純就是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單純拼手術的一個遊戲 技巧部分 沒有辦法使用 OK 這邊肉馬上去 幫忙砍一些大象的血量 右邊的城門被頂掉了 看這裡補了兩個修道院 這時候土耳其人的黃金開始不夠 前方的黃金沒有辦法挖 越南人也開始把城堡往前 想要控住黃金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生旅 但左邊這裡想要過去 但是被招翔 直接變成一個死胡同 只能遠地返回 然後再繼續被招翔 這邊土耳其的招翔大軍有用了 這邊轉出了一些城甲弓箭手 想要點掉生旅 有機會點得到嗎 左邊還有一隻生旅 沒有時間控 現在在控下面這一坨 這個大象一直頂來頂去的聲音 好 土耳其人這邊是二十一隻生旅 試玩開始多了 試玩多起來的時候 最好是補下這個神拳 震制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點 剛剛太忙了 沒時間看了 好 前線繼續招 好一直點一直點 好 先招翔靠近城門附近的大象 把這個 附近大象招翔起來 堵住城門口 讓敵方的大象不要進城就行 好 那招翔完在CD的生旅 就在後方幫忙大象補血 繼續坦住城門口 這一波太有趣了 到底是生旅厲害 還是大象厲害呢 但是道德這裡並沒有死心 土耳其人還在努力招翔當中 會生旅雖然來到基人的三十隻 原因土耳其人 生旅科技並不完善 但卻還是硬生生的使用 生旅 抗大象抗回去了 OK 看起來這一波 土耳其人是拿到頂優勢 所以火炮的部分還有兩台 接下來可以開始往前了 那火炮的部分還沒有點下炮兵科技了 還是十二加零 並沒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 這邊繼續招 一次點下去應該是有點神權震制了 這個就可以使用技巧了 生旅的招翔技巧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生旅編隊成一對 然後點一隻大象 全部招翔同一隻 然後開始把一隻一隻生旅 去招翔敵方的大象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學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把每一隻生旅去做一個編隊 但是你超過十隻生旅之後 你要去把每一隻生旅去編隊是不可能的 只有1到9嘛 編隊這個功能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練習方法 是直接點神權震制 然後全部編成一隊 然後開始一隻招 會更好一點 在招翔的話 有個東西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要去 特別不要去點到已經招翔過的生旅 避免會浪費你的 操作失誤的時間 會變得更少一點 招翔成功就會更好一些 這邊再繼續招翔 肉馬去扛前方的箭矢傷害 讓自己的生旅不會被城堡打 當然DOT也可以手動控城堡 去射後方的生旅 但不管怎麼說 前方一定是需要有 肉盾在前方的 哇靠三台火炮直接送掉 600黃金就這樣沒了 好這邊 橙江工兵直接往前 點掉了一些生旅 好 等一下的神聖思想 終於補了 好結果越南這邊自己也轉出了肉馬 開始往前 因為DOT已經沒有黃金了 剩下兩個人在挖黃金 黃金剩87塊可以再多 右邊城堡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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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黃金可以再繼續拿回來了 現在這個局面對於DOT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金銳屯甲弓箭手已經升級好了 7加4的傷害 但打大槍的話 一下子有4滴血 毛相夫也是遠防7點的 跟遊俠一樣的防御力 對方弱馬也是 遠防7點的弱馬 遠防跟遊俠一樣的文明 就只有這個 土耳其人的弱馬能做到了 其他文明的弱馬 坦度可能都沒有像土耳其 這麼耐抗見識 好 現在有非常多的弱馬 土耳其人這一坨生旅要趕快回家 有東西可以保護住嗎 但藤甲弓兵已經往上貼 射掉幾隻生旅 火炮這裡要打一炮 但是打東西是後方的 藤甲弓兵 藤甲弓兵被打到一些血量 繼續往後開炮 但是藤甲弓兵直接往前 直接躲掉了火炮 火炮的傷害繼續往前補 這裡要趕快先點掉後方的火炮 藤甲弓兵砸到了 哇 大量的藤甲弓兵直接死去 但是後方的肉馬 也是砍到了土耳其人大量的生旅 生旅直接蒸發掉 這次城門終於成功突破了 沒有生旅就沒有人讀口 現在使用肉馬去讀口 這樣感覺撐不久 然後這裡入口被突破了 土耳其人就再也無法擋下大象的 可怕了 很難了 很難了 進來了 大象都進城了 太絕望了 還有肉馬 肉馬直接一點生旅 打出了GG 最後出了123隻的毛相夫 那土耳其出了238隻的肉馬 當作洛盾 雖然後面生旅出很多 但沒有辦法 阻止對手的肉馬 直接一鍋端掉自己的所有的生旅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土耳其人 拿到了一點點的資源勝利 只有300而已 那MAN經濟差不多 而且軍事方面的話 應該是由 越南這邊拿到2.15的KD 最近自己的大象KD 本來就可以換交換比比較好 而且剛剛也是用肉馬 擊殺到了非常多的生旅 所以感覺KD來說 還是土耳其會差了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